我爱了他 才我就爱了他 退休老王心里落差大 无处发泄折腾家里人 全家糊弄我呀 温柔贤惠的老婆余月仙 找来了歌路演员 安抚老伴的导演梦 闹来闹去 老王能否理解家人的良苦用心 而老王又有什么难言之隐 更多精彩 亲情期待 我爱满堂彩 快乐就是每一个星期三 凶的凶的 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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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婆 喝饭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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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喝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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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趁热吃小伙子 好 别凉了啊 凉了都胃酸 我给你讲 带我呢 小伙子 我跟你说啊 刚才我跟这过来啊 我看见你的表演啊 有点问题 我跟你讲 你看 哎 我是这么看见 就是你这个 躺的这个角度 你没有啊 就啊 大爷 你看 你发盒饭的 在这儿 你歇着吧你歇 不是 我不是发盒饭的 完全变了 我当年就是个导演 这场景我是很熟悉的 一退休 完全变了 以前我一回家 我媳妇 那是脚啊尖啊 那揉的呀 那现在我给他揉脚 都嫌我手重手轻的 说实在的 我不是非得想发这个盒饭 我就是想回到电影场感受 而且我告诉你们 我早晚还得回到这电影行业 继续当导演 你们信不信啊 你们信 我就高兴 哎呀 大家好 我想打听打听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老头子呀 我跟你们说呀 就我那个老头啊 老厉害了 他是一个大导演 现在他退休了 在他退休以后啊 他的心理落差特别的大 天天不高兴 跟儿女吵 跟我爷吵 还不爱着家 哭着喊着说 我要去剧组 我要当导演 我要从头再来 哎 我跟我孩子们也不计较 所以就任他这么折腾吧 你们大伙说说 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有啥折腾的 是不是啊 干脆 你说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是不是挺好的事啊 哎呦 哎呦 在那儿呢 老头子 领盒饭啊 这盒饭怎么是凉的啊 怎么回事你这个送盒饭的 干什么玩意 你别高 你跟着我跟着我 你跟着我 这不是挺 不是你跑这送什么盒饭啊你 我没送盒饭 不是你这啥剧组啊 不是人家剧组就临时让我帮忙 我就是 这是个外卖剧组啊 接下来我马上 这不是就副导演刚才说了 不是身体不好就我顶着了吗 咋就非要当导演呢 回家吃饭去 走回家了 不在这干 咋的 老伴儿 你说自打我退了休之后 你说一说 你说以前我回家 你是不是全这表情 看着我 是 是 你说你现在啥表情 你让大伙看看 从哪个角度看 都长得像蟹大脚 不是蟹小脚好不好 我跟你说 你赶紧回去啊 我就一个目的 回到剧组 恢复我在家里的地位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老伴儿 你别想把我叫回去 我肯定在剧组是待定了 我就是发盒饭 我也待在剧组舒服 我有尊严 是不是有演员来找你导戏 你过足了导演影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 说对了 我只要过足了影 我就回去跟你过日子 说话算数 就这么定了啊 当导演 我给你准备了演员 幸亏我有准备啊 你说什么 不是 我是说啊 我刚才路过的时候 听说有几个演员吧 正在找导演 说是给他们导导戏 在哪儿呢 你说瞧不瞧 在哪儿呢 别着急 你在这儿等他 我喊着呢喊着呢 在哪儿呢 你看看 就在哪儿 就在那儿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看见你们这么高兴啊 我这特别羡慕你们 我最近呢可烦了 你问我为什么烦呢 烦我奶奶 我奶奶呀 最近都成了一购物狂了 特别相信那虚假广告啊 看见广告 他就打电话订货 你看看我们这家里 都快成了仓库了 都是他买的保健瓶 保健药的 你看看 这上面写的什么 老年腿疼不是病 治好双腿不是梦 是要五天爬长城 十天能跑马拉松 这也太夸张了 哎 这样 我把我奶奶叫上来 你们看看 她能不能跑马拉松 奶奶 奶奶 来了来了来了 大家好啊 哎呀 奶奶 哎哎哎哎哎 您看看我奶奶 哎呦哎呦哎呦 奶奶您慢点慢点慢点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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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您吃了这药有效果吗 效果明显 什么效果呀 那个以前能跳广场舞 现在上厕所都辛苦 奶奶 我看您吃这药啊 都花了好几千块钱了吧 哎呦哪有好几千块钱呢 花多少钱了 八万八 八万八呀 怎么叫吃我呀 哎呦奶奶您花这么多钱 也没见你身上出什么效果呀 你这个人就不懂了 你得out了 我告诉你 这药你得等待 耐心等待 是有过程的 等待 等多少天呢 十七八年吧 十八年 好嘛奶奶 您现在都多大岁数了 我八十八了 您都八十八了 再等十八年 您不都一百多岁了 哎呦这药好就好到这儿啊 它就让你老等老等 你死不了不得偿命吗 奶奶您这什么逻辑啊 我怎么说 你看奶奶变了吗 奶奶您吃的这药 的确变了 我变什么样了 您看您这脸啊 也黄了 走路也不强了 吃饭也吃不下了 睡觉也下不了床了 干什么 奶奶年轻的时候都漂亮 那时候呢 你说我人家说我是个小美人 咱们那社区选美 我还得过冠军呢 那时候他们都说我长得 像一位电影明星 像谁啊 张曼玉 我看您不像曼玉 我像什么呀 曼玉 你就是看我提我 我跟你说 给我送药的小伙子就比你好 人家每次到我们家来啊 给我锤背又按摩 给我跳舞又唱歌 我就喜欢那送药的小伙子 人家是骗你钱 我就喜欢他 赵奶奶 赵奶奶在家吗 谁啊谁啊谁啊 你好 我是那个小苏啊 你就是那卖药的 谁来了 不欢迎你 赵奶奶 来来来 小苏啊 我的亲奶奶 我的好奶奶 我慈祥承受的赵奶奶 你来了我就开心了 我也开心 奶奶 您坐您坐 你来了我太着心了 您最近身体挺好的 我身体 腰腿都有点疼 这个呀 是吃了我们那个药的正常反应 我给您按摩按摩 舒服了 好 奶奶 我再给您按摩按摩 您那个小嫩手怎么样 真舒服 这老一套 奶奶 他给你按摩按摩手 你就喜欢他呀 那我还给你洗脚 给你捏脚呢 您都忘了 他按摩的就舒服 奶奶 您这是被他灌了迷魂汤了 喂 哦 物业管理啊 哦 是吗 哦 好好好 那行 我马上过来 奶奶 我到物业管理公司去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好嘞 您等着我啊 嘿嘿嘿 嘿 他走的还真是时候 今儿啊 我还真没白来 哎 您说什么 奶奶 我是说呀 让您今儿乐开怀 好 怎么就让我乐开怀了 奶奶 我给你唱首歌怎么样 好 你唱得好 我给你伴舞 好 我唱好了 您给我伴舞 嘿嘿嘿 好了 那我可唱了啊 来吧 我可唱了 嘿嘿嘿 亲爱的奶奶 我爱你 嘿嘿嘿嘿 让我走进你的世界 和你在一起 好 亲爱的奶奶 我爱你 生生世世 让你幸福成功 我也愿意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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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的 我跟你说心里话呀 我吃了你这药以后 我这腿比以前还软了 我跟你说 您啊 您啊 吃了我们那个药 还差一副方子 是吗 是啊 什么方子 酒 什么酒啊 黑珍珠药酒 有用吗 有人喝了这酒 酒啊 就我们前楼那个陈大爷 嘿 自打喝了我们那个黑珍珠药酒 那小盛板 跟个十八 真的 真的 那叫他来我看看 您等着啊 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这就让他过来 啊 哎 您等着 还有这事 嘿嘿嘿嘿 喂 啊 陈大爷吗 您好 您好 我是小苏啊 哎嘿嘿 您好 您现在马上到赵奶奶家来一趟 哎 好好好 我们等着您啊 哎 好嘞好嘞 再见 奶奶 您瞅着 一会儿他就来 来了过后 保证您都认不住他来了 我认不出来啊 认不出来 赵奶奶在这儿吗 哈哈哈哈 赵奶奶在这儿吗 哈哈哈哈 赵奶奶在这儿吗 啊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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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跟你说啊 一会儿演好了 老太太的钱 咱俩一人一半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哎呀 奶奶 哎呦 大妹子 大妹子 大妹 你是谁 我都不认识 哎呦 什么眼神啊 连我你都不认识了 你是谁啊 我就前楼那老尘头啊 啊啊啊 你还记着吗 几年前 咱们经常在一起 跳那广场舞 我经常搂着你 抱着你 转圈 哎呀 然后我那时候 腿脚不好使 我转一圈睡一下 转一圈睡一下 哎呀 现在我好了 哦 自打我喝了这个黑珍珠药酒 哎 小小弟人啊 小伙整听啊 天天咋的就从开始 哎 哎 大妹 今天真棒啊 哎 陈大爷 哎 赶紧跟赵奶奶说 今年您高授 九十八 哎 瞅见没有 像不像十八的 这酒我买了 我给您打八折 为啥 一会儿我教您 教您几句台词 您就这么一发 打八折 我给您打八折 真的 省两千块钱 是啊 是啊 来来手机 手机说 我给你录 来来来 打八折 我教您啊 说两句台词 什么词 这个 喝了黑珍珠药酒 能活九十九 这容易 容易 来 拿着这个 拿着 这是到 这个 来 来 来我准备了 可求各位一位 开始 什么词 开始 喝了黑珍珠药酒 能活九十九 这容易 准备了 开始 我就是一个猪 猪 猪 黑珍珠 真猪 来来 来 我真是黑珍珠 喝了黑珍珠 要酒 对 喝了黑珍珠要酒 我能喝九十九 好 太好了 来来来 给您发出去 发出去 我给您打八折 行 八折就是 一万块钱就是八千 对 八千 打八折 我这刚好有八千个鞋 来 来 奶奶 这酒啊 明天早上 我给您送过来 说好了 说好了 奶奶 奶奶 你不能再相信他们了 这个 没我啥事 我先走了 站住 一个也不能走 你们的戏 这回可该收场了吧 哎呦 我这么大岁数 我得回去我吃药 慢着 走 走 哎 你是个假老头你 你这戏演的也不怎么样 哎 别怨好人啊 我们可都是为了老人家着想 得了吧你 你们专门骗老人的钱 骗老人的养老金 骗老人的退休金 更可惜的是 连老人救命的钱你们也骗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 呦 这都是真的 奶奶 东楼那大爷 喝了他们的假酒 现在还在医院呢 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抢救就抢救 警察了不起吗 我可告诉你 我的拳头那也不是吃素的 好好好 上 看打不定 呀 给我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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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们这帮骗子 走 我上 拍住车 走 走 你让他们这骗子 你让他们这老婆 我错了 你让他们这牙子 你让他们这牙子 你们划过来 起来 好 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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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导演了 你一会儿别露馅儿啊 请这样 好 挡着点脸 让他不认识我 没问题了 开始吧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哎呀 老头子 那个演员来了 老头子 大导演呐 演员来了 赶紧扶导扶导吧 导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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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请教一下 你给我导一导行吗 以前他是干专业的吗 我是专业的 很专业 他说他很专业 年龄很大 不大 很小年轻 其实我是非常欣赏 这个人老心不老 是吧 问一下这位专业演员 你会什么 想你给我辅导一下 唱歌好吗 好 好 好 你先唱几句我听听 你听到啊 哎呦呦呦呦 哎呦呦呦呦呦 天是那么多人 你看 这个老伴儿啊 你往那头一点 我往这边点啊 这个来 这位女士你往前站啊 我要跟你说呀 刚才你这个歌呢 我作为导演这么多年 我从来不批评人 但是我得批评你两句 好 好 你这个状态吧 你就是什么呢 你太谢了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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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Go 天是那么火亮 地是那么光 情是那么荡漾 心是那么朗 河是那么悠样 口是那么狂 看什么多痛快 今儿我就是耍 就这个丢丢丢丢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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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被嗓 尝尝尝尝尝 尝尝尝尝 哎呀 怎么样 太好了 老头子 怎么样 你太厉害了 我又回到了当年 承败你的那种感觉 你说对了 谁让我退休 老伴 你都不应该让我退休 你看 简单一辅导 简 简 简单 简 简 简单一辅导 你把 你把长得 像赵世玲那小的那邻居 老龄头给我弄来护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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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压制 我送我的壳饭 一会导演来了以后 说让我倒两场戏 赶紧走了 不 你不就是想倒戏吗 咱们布置他 咱们还有演员呢 我告诉你 还有 你不要跟你老公开玩笑 你要再跟你老头开玩笑 我就永远不再跟你开玩笑 你怎么这样 我跟你这次找得特别的好 专业演员 认认真真地去找 只要他让我辅导 我就跟你回家 好 好 演员呢 演员呢 演员 老公 你看点是打电话呀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也真是 哎呀 这兄弟还来一万块 老婆一数 差五百 让我打个电话去讨债 都是发小 我这口难开 我 老公 你电话打了没有 我打了 行行行 你不用打了 我呀 直接给二毛媳妇打电话 别别别 男人的事 女人一掺后就麻烦了 这二毛 平时就鬼头鬼脑 鬼点子多 说不定啊 这五百块钱 是他拿去藏私藏钱了呢 对 对什么对啊 你别乱说你 喂 二毛啊 哥 开门 开什么门啊 你们家大门 到门口了 二毛啊 来来来 哎 哥 哎呀 二毛啊 哎呀 哥 我跟你说个事 就是那个事 二毛啊 二毛来了 嫂子还在啊 这什么话呀 那个 那个哥 你刚才找我什么事来着 吃饭了吗 没有啊 没吃 做饭去吧 做饭去吧 嫂子 那行 那行 那二毛你先坐 坐坐坐 你坐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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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什么吃饭呢 行 我吃饭 别吃别聊嘛 吃饭快吃饭 别忘了说正事 行 我知道了 赶紧做饭 二毛 哎呦 你看今天来了 嫂子高兴 给你加菜 好好好 谢谢嫂子 谢谢嫂子 真漂亮嫂子 哥 我跟你说个事 二毛 我跟你说个事 我跟你说钱的事 我也是说钱的事 我说的是五百块钱 我也说五百块钱的事 英雄所见略统 你等会儿啊 想起来了 那还能想不起来 我就说自己兄弟没错了 一二三四五 拿好 你看你还松来干什么 你这样你举起来 你放这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你笑一下 干嘛 你笑一下 对 脸开一点 好 腿抬一抬 跳一下 媳妇啊 五百块钱利息 哥已经收到了 哥高兴的都跳起来了 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 就我们不是借你们 一万块钱吗 借那么长时间 我媳妇意思 给五百块钱利息 咱们自己兄弟 我借你钱 我要利息 我好意思吗 不是 我能要吗 你当然不能要 我能要吗 你当然不能要了 对啊 我要吗 你 你要啊 哥 最近手头有点紧呢 你还点私房钱 你小子 我跟你说 哥 千万不能让嫂子知道 嫂子现在就是我媳妇 不是 就是嫂子跟我媳妇 那就是共同战线 那没错 串通好的 没错 兜住啊 行 你放心了 这下我跟你兜着 太够意思 就冲你这么够意思 我拿一大瓶好酒 咱俩小折两杯 行 像发起人 整得跟葫芦娃似的 小年 对了 我这里边五百块钱 是不是这小子 拆东墙 补习墙 藏私房间给忘了 这事我媳妇知道 肯定告诉她媳妇啊 不行 都是自家兄弟 我得给她兜着 今天单位 刚发一千块钱奖金 二三四五 行 我先给你兜五百 我自个人藏五百 你干啥呢你 什么 干嘛 什么东西 五百块钱啊 干什么你 可你胆太大了 怎么了 你不怕嫂子抓现行啊 刚还给你就藏钱 你少了 你太不像话了 你不要我像 吃饭喽 来来来 赶紧来吃饭来吃饭 吃饭吃饭 那个老爸 那个二毛拿了一大瓶好酒给我们 哎呦 这太 哎呦妈 这么大一瓶啊 这酒量可大了 就很用得着他酒量 来来来 快吃饭快吃饭 行行行 这个好酒 来来来 先倒上 倒上 你来呗 来来来 来来来 满上 少来点 行了够了够了够了 喝多了 来 毛 来 有一万岁 恭喜发财 干 哎呀 哎呀 太烈了 毛 吃菜 对 二毛吃菜 好嘞 哎呀 这么事说了没 哎呀 说什么呀 没问题 毛吃菜呀 行 有问题没问题 你不知道啊 我说了没问题 就没问题 你说你这人 什么问题啊 没问题 什么问题 还说这一万块钱的问题 一万块钱 有问题 哎呦 二毛 这一万块钱 你数过没有 我没数过呀 不是 那个我 我媳妇数过呀 对对对 数了 这钱呐 有问题 什么问题 这样 要不你当着嫂子 嫂子的面再数数 还用再数吗 那 那也行 得数 得数 不是 就没必要再数了吧 哎呀 那要不这样 我当着你面 我来数 啊不 那个什么 要么 这样 那个什么 这钱吧 你数 你说没问题 那就没问题 不不 这钱 我数没用 这钱 给你嫂子数了 你数 你嫂子数 你嫂子数 你傻呀 哎呀 好了 我数 还是我来数吧 这就对了吧 你数你数 我数了啊 给我真数了啊 让你数你就数呗 你真是 小胆挺肥啊你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四 两千 两千 四千 六千 八千 来 这是一万 等一下 我嫂子先把这数了啊 多一张 不是 八千 没问题 这两千呢 你慢慢数 一张一张数 不是 有这个必要吗 哥 让你数你就数 那我可就真数了 数呗 好好好 我数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千 一千 继续啊 仔细点数 嘿嘿好 一二三四五 你看吧 六七八九十 一万 我说没问题吧 我这妈什么法序就是 哎呀媳妇 我说你这人们 你看 不搞清楚冤枉人家二毛 真是 那这份 我再数数 兴许数错了啊 就是你数错了 哈哈哈哈 那嫂子你再数数啊 哎呀 我说没错吧 跟你来 啊 来 哎呀 哎呀 你说你这人吧 看什么 那一万块钱里 怎么没少五百呢 这一万块钱里边少五百 你知道啊 我能不知道吗 那钱呢 不在你那儿呢吗 不 这是我的钱 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我的意思是 那一万块钱怎么没少五百 对呀 你不是知道里边少五百吗 我能不知道吗 那钱呢 不在你兜里了吗 这是我的钱呀 那都是你的钱 我的意思是 那一万里怎么没有少五百呀 对呀 你不是知道少五百吗 我能不知道吗 那钱呢 都在你兜里了吗 那是我的钱 呀呀呀呀 好了 你吵死了 真是 那个 洗脚令 我们洗脚令嘛 两只小蜜蜂啊 五盔手 你喝 我输了 我输了 你看二毛 这怪嫂子不好 就差点就冤枉你了 赶紧照顾二毛 我给你弄个 你最爱吃的肉丸子 赶紧 好好好 照顾二毛 做好吃点啊 好好好 哎呀 这事里看饭 哥 我可算知道了 这一万块钱 你为什么没少五百 你明白就好 哥呀 幸亏你反应快 怎么的 太够意思了哥 就冲你这么够意思 我决定了 我媳妇多放这五百块钱 咱俩一人二百五 行 怎么样 哎呀 什么你媳妇多放了五百啊 二毛啊 你说话得凭良心 我告诉你 这五百块钱是我的 这里边五百也是我的 不是 算上里边少那五百 你口袋里那五百都是我的 我呸 畜生啊 什么 张大国 怎么的 你太狠了吧 我狠 我不就藏了五百块钱吗 你缺钱 你跟我明说 你玩这里个愣 这话应该我跟你说吧 你缺钱明跟你哥说呀 拿这里边偷东城补鸡墙 这干什么的 你藏私房钱还跟我说 你藏私房钱 你藏私房钱怪我 没有 你藏私房钱 谁藏私房钱 我们在说谁藏私房钱 谁是孙子 你们俩呀 见你胆都不敢 赶紧来吃饭 不敢不敢 吃饭吃饭吃饭 给你们倒酒 来来来 多喝点多喝点啊 快来 行 好嘞 有一万岁 恭喜发财 干 老公 我突然想起个事 我今天下班买菜的时候 碰到你们单位小李 说你们单位 今天发了一千块钱奖金 老婆 我也说觉得真奇怪 我们单位一发奖金 你就能碰上小李 哎呀张大哥 你原来手头挺宽裕的呀 二毛 你也不缺钱 不不不二毛 其实我们手头不宽裕 你看看啊 你刚还回来这一万块钱 我们得交房贷 这个还好 嫂子你说的那是生活问题 我说的是人品问题呀 行 这二毛真会开玩笑 那个老公 拿来呀 老婆不是我 拿来呀 我这 怎么着 想做孙子 行 我今天豁出去了 拿就拿 就是 老婆 行 拿好了 一二三四五五百块钱 分为不少啊 五百 五百 对啊 那不是你们发一千吗 还有五百 啊 给二毛了 孙子 这事儿嫂子可得说说你啊 你看你这 要是手头缺钱 行 嫂子 今儿话说到这了 来 一二三四五 五百块钱 一分不少 从此以后 井水不犯河水 再会 站住 酒瓶是我的 你给我回来 干什么 二毛啊 你 行 行 行 五百了 怎么着 看好了 一二三四五 五百块钱 分为不少 拿好了 什么意思 二毛啊 咱们兄弟这么多年的感情 就为这五百块钱 怎么 有意的小船 开巴就翻了是吧 谁说翻就翻了 这是你的事 你说说 我 我是在乎钱的人吗 我在乎这五百块钱吗 你 话得说清楚吧 啊 你说 张大国 你说你藏了这么多回私房钱 我说过什么了 我就藏了一回私房钱 你就眼红 张大国 我太不像话了你 你藏私房钱 那个 老婆 你拼得他胡说 我没藏私房钱 事情是这么回事 今天不是他还了一万块钱吗 少五百 我今天刚发一千块钱奖金 我想咱俩是兄弟 我就拿了五百给他塞进去 我给他兜着了 哎呀 是他藏私房钱 嫂子 今天话说到这 我就实话实说 我不给他兜着了啊 我亲眼看见 他从这一万块钱里面掏了五百块钱塞自己兜里 你胡说 你胡说 明明是你小藏私房钱 你藏私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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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行啊 这五百块钱到底谁拿的 他 好啊 好啊 那行 今天这五百块钱的事 你们要是不跟我说清楚 我跟你们俩没完 我没有安子 你还没有�돟 我没完 我没有完美 我没完美 我没完美 你还没有完美 呢 我没有完美 哎呦我的妈呀 这五百块钱 到底谁拿的呀 哎呦我的妈呀 啊 我知道了 是你媳妇 昨天晚上去加油 顺便没带现金 从这信封里忘了跟你说了 那钱呢 已经微信转账给我了 这个败家娘 你这往里垫钱了 我垫了呀 你跟我刚才这么对你哥呀 我这干什么 哎呦行了 哎呦行了你们俩 这五百块钱的事 是解决了 那这藏私房钱的事 哎呀我媳妇还在加油站等我呢 我先走了 拜拜哥拜拜嫂子 二毛那个你媳妇有事吗 我去开 你媳妇在这儿呢 老婆今天这事是我不对啊 老婆 行了 我真错了 拿什么 藏点私房钱 我也可以理解 真的 哦 这我就 那你有没有想过 就为了这点私房钱 把咱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都给毁了 那 你让我以后 还怎么相信你吗 要 要 要宝贝亲爱的 别哭别哭 我真不知道这个事有这么严重 我要知道的话 我就不这么干了 老婆 你别哭了 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行吗 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再也不敢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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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 二毛媳妇发了一张照片 她说她给了500块钱利息 你收下了 以照片为证 你把这500块钱交出来 咱前面的事 一笔勾销 我 我拿不出来呀 我这老婆 这钱我 我真没拿呀 赵大瓜 干嘛呀 你还想淘私房钱 我没有啊 哎呦 我还跳成 演员呢 演员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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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老师 你们好 你好 来了 老师 我来了 您能给我指导指导吗 你看 找你指导的 你是专门来找我指导的 是的 那这个今天呢 我想学打快板 我呢会打一点 但是三掌毛功夫 要不您教教 这个你这个打快板啊 它是讲究个激情 老师您拿法子啊 拿法子啊 这个是这样啊 来 这个离我远点 我这个快板呢 是带武术的 来 差 那个老师老师 这样吧这样 打得好打得好 好多带劲呢 对我还想学唱歌 想学什么 我都行 你先把它打得比较好 你刚才说学唱歌是吗 唱歌唱歌 我告诉你啊 唱歌是要讲究技巧的 对对对 这个气要沉下来 你先把你要自信 对了 然后还要有这个唱歌 唱歌要注意这个位置 是的 是的 老师我看您挺专业 要不您先给我唱一首啊 我给你唱一首啊 唱一首 唱一首 好 天下最美的草原 是我故乡的空泼草原 天下最美的湖畔 是我故乡的大理湖边 天下最唇的泉水 来自故乡的热水深圈 天下最美的风景 就是站在大青山边 西纳木轮河边 空谷是在白云蜢天 故乡黄河河岗两岭云海 夜晚无变 空门不动不战场 毕竟浮现在你我眼前 阿斯汉渡那眼是描绘着 可是歌疼美名天下流程 你可真行 你喊什么喊呢 你没看你吓人一跳啊 我吓谁一跳 谁是你助理 谁是你助理 我不说住在屋里吗 我住在你屋里 你信不信我 再也不住在你屋里了 我不是说想听你一会儿吗 看你这么累了 不过了 不过就不过 不过了 不过 这摔了得赔 全家糊弄我呀 不就找个演员吗 不就想当个导演吗 不就想过个瘾吗 至于这样的吗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丢人现眼 能不能好一点 老伴 我已经好几年 没过导演的瘾了 我自打退下来 我这心里头空落落的 我就想 我就想站在这一个人 好好给他辅导 没有别的要求啊 你要给我找来这么个人 我天天 你让我干啥 我就干啥 好不好老伴 老伴 我就这么点要求 好不好老伴 好 满足你 只要你好好的 咱们都行 你给我找去 搞不搞 好 听话 对 演员呢 演员 三哥 三哥 你慢点去等我一会儿啊你 你快一点吧你 我的天 我见过笨子 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你就是咱们碰瓷界的耻辱 你敢拉倒吧 我都这样了 你还说我干啥呀 你还有脸库呢是吗 这一大早晨呢 一个碰瓷的也没碰上 我还陪人家散白 这怪我呀 不怪你怪谁呀 我让你碰的是汽车 谁让你普自行车呢 你敢把那鸡自行车老头撞的 哎呀太惨了 我不给他散白 他能让咱俩走吗 你敢拉倒吧 那谁知道能碰上业界前辈呀 什么前辈 我告诉你 我赶紧站起来 哎呀 哎呀 轻点 哪儿跌倒的 咱在哪儿站起来 好不好 准备准备 我们把损失得补回来 能明白吗 最近咱们这个碰瓷叶呀 是越来越不好混的 人才流逝 手入下滑 所以我们一定要改 对呀 我早就想改了 哥 咱们那个煎饼果子那车 我就快做好了 我面也活完了 等你这鸡蛋一到位 咱俩就推着车子 咱俩出去发展 你给我回来 怎么一斩尺 就这么大警示 还一套一套的呢 你不说改吗 你说的这叫改行 我说的那是改革 我告诉你啊 现在甭管干什么 讲究的那就是团队协作 那咱俩一块往车底下钻 你说的那叫机体自杀 团队协作 我是说咱俩得团结得配合 别看咱是碰瓷啊 那得碰得警裁碰得潇洒起来 这咱俩还挺能拽词 不就这一碰瓷啊 你要是看不起自己 别人更看不上你啊 还记得港入行时候 老前辈叫给咱们那首堆个儿 碰瓷一滴干担 碰瓷何去艰险 好情不变念 否一念 碰瓷有苦有甜 碰瓷臭不咬脸 为了梦中的明天 看汽车来过 我们勇往向前 我站在汽车间装的 我是日月宣传 看清汽车品牌 我们久违赚钱 我真的还想再碰五百年 这首歌又让我想起了咱们当年的梦想 对 我告诉你啊 一会碰瓷的时候 咱们要小心谨慎 别看今天是周末 警察可从来不朽气 我这纳闷 这警察就不搞对象 跟你说这大周末的 警察也得带着对象上小树林啊 上电影院啊 你说的那是你自己吧 咱能不能说点正事 奋配下任务啊 一会你去碰 我来这个过路的一个群众 我给你挡腿 没意见吧 好捅过了 啥就捅过了 怎么还碰个老是我呀 你长得就像扯祸 不碰你碰谁 我告诉你啊 现在我是没开车 我要是开车 你不碰我 我都电视碰你 我到底该咋碰啊 记住那两点 选对撤 定准位 啥意思 选对撤 你得选对了 要碰的这个对象 明白吗 记住啊 百万级别的车 咱别碰 四季大都特别哼 十万以下也别碰 挣钱不多 还把气省 重当交涉 玩命状 哎 你下半辈子 你就有保障 要什么女性司机 你也得玩命状啊 没准还能搞对象呢 可能搞对象 太好了 那那个定准位 又是啥意思 定准位 撞的位置啊 记住啊 撞胳膊 赔五欠 撞腿 赔八欠 要是撞脑袋 能不死 咱那小洋楼 就算起来了 哥 我这脑子 这么值钱呢 您的脑子 肯定值不了这么多钱呢 你看这什么 金表 哎 假的 一会儿啊 带上他去碰瓷 咱那个小洋楼 就整起来了 我连他一块啊 哎 哥 我这心里没底啊 你怎么那么笨呢 不都叫给你了吗 不行 你冷静一点 撑桌冷静 一会儿我这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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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来了啊 准备好啊 准备好啊 我现在这打电话 我心里没底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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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来了个女司机 我有对象啦 对不起 你没事吧 别说话 是缘分 让咱俩碰到了一起 我下半辈子都指你了 呃 那个 你这搭讪方式 挺特别呀 特别的爱 才给特别的你呀 喂 干嘛呢 相亲呢 是吗 赶紧干点改干的吧 啊 对啊 哎呀妈呀 哎呀 撞了撞了 哎呀我那晚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怎么听着 这就快离了是吗 赶紧说正事吧 赶紧的 这这 那这 那你看这可以 你说 这根 这根 你说咋整吧 我送你去医院吧 去啥医院呢 那这个点的路上多堵啊 那医院人多多呀 那没怎么刮上号着 咔嚓下我先挂了 你得赔 咋陪呀 你陪我上小手铃呗呗 你陪我上电影院呗呗 哎哎哎哎 小洋楼起来了嘛 你没钱她能起得了吗 钱 行行行 啊 胳膊五千 腿八千 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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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 腿坏了 按规定 我们定的是八千吧 谁定的呀 不是 腿折了 你咋的要赔八千呢 八千 我可没有那么多钱 哎我那妈呀 这司机撞了人 他要逃逸啊 你别喊了 谁要逃逸 他要逃逸 哪个要逃逸 我看看他胆子太大了 逃逸的要在哪呢 在哪 哎呦 你要逃逸是吗 你这个 哎哎 撞手这么远是吗 我可全看见了 哎呦我的天哪 我可认为你好 赶紧赔点钱 聊事 哥 他一下子就窜出来了 我根本没看见他 那是不是你撞的吧 是你撞的不就完了吗 我可是目击证人 可是他让我赔八千 赔多少 八千 八千 你等着 你让他赔八千是吗 八千 八千吗 八千吗 八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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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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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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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我爹送我的劳历土啊 啥是劳历土啊 对 嘿嘿 劳历室 啊 啊 啊 你甭管啥了 这表老贵了 嗯 这连着表带着腿 咋了去了赔我两万呢 哎 我赔两万了 啊 你抢劫呢 我报警了 哎 你怎么还报警呢 别报警呢 这不是你撞的你还报警 两万可不多呀 你看撞的这样 多惨 你给不得这样医疗费 你看 营养费 就这倒霉里头得行 一会儿弄不好就得死了 还有嗓葬费 哎呦 哥 我就撞他一下腿 你都给人说死了 你表面撞的是腿呀 弄不好的腿都连着肺呢 他要两万 我兜里就三千 根本不够 要不你帮我讲讲价 你就带三千块钱 啊 三 我试试啊 我试不试不试 哎 哎 哎 这个 你看这个小姑娘 特别的善良 也会说话 我看 赔三千 行不行 就是啊 我家里不富裕 挺穷的 我就三千块钱 行吗 你家穷 我家比你家还穷啊 但不要紧 我有辆煎饼裹的车 咱俩一块奋斗 昨天 所有的 哎哎哎哎 想过了 就问您三千够不够 啊 够不够 那那够去 不行 啊 别紧着 别紧着 我再劝劝 三千不少了 啥不少 不够闻的 一会儿再碰一个 不就完 你真把我喝出去了 碰茶呀 不是你再这么 这么堵着 一会儿警察来了 哎 哦哦哦对 对不对 对对对 撤撤撤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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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怎么还把车门就锁上来呢 那个小姑娘 一会儿再开车 小险 小险驾驶 小险驾驶 对对胖 喊谁呢 喊你呢 你认识我 那你是谁 我是警察 不对啊 我就是一过路的 我劝架呢 我怕警察咋嘛 别演了啊 就你那点小伎俩 在我这根本不过关 我们都盯你好几天了 就想抓你俩 今天你俩可跑不了了 跑不了 警察是吧 女警察是吧 我能怕你吗 你好好想想就你一个人 今天我让你指指指指 我的厉害 站住了别动我可过来 我记得被打死你不过 你给我站住 你往哪儿跑 你往哪儿跑 你这一天也少 我来个人 你也别着急 他马上就来了 我找不着 你来了 你敢才来呢 我 不是 你怎么回事你 你是删厂所了 还是打电话去了 怎么知道呢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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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坏人 不是你 我是 都看不 不是不是 等等等等等 你是演坏人的 你是哪个剧组的 演坏人 对对对 演员 我是对演员 偶尔是演坏人 哎呀 长得样 这个孩子 我跟你讲 你听我说 我干了一辈子导演 是 我一看你有形象 是吧 你看你长得多像坏人 是吧 有形象 我跟你讲 老伴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呢 我就特别适合辅导 这个样子的人 哦 稍微点吧点吧 出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那赶紧辅导吧 这个唱歌你会吗 不会 跳舞你会吗 跳舞会 跳舞会两下 那总得会呀 哎 那就展示一下 老伴 你不要插话 导演说话的时候 你不要插话 哎 哎 现在这样啊 王导呢 给你辅导辅导 你先来完成一下 舞蹈的才艺 我来看看 来 预备 那个我 我试试啊 预备 开始 好 停 停 停 从现在开始 你要记住导演说的话 要学会包装自己 我哪会呀 你看你刚才 你跳的是不是 那个 咚 哒 哒 咚 哒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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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伴 他跳的怎么样 不错吧 跳的还行 但是你没有包装不行 我来给你 那你包装一下吧 我看怎么给你包 包装一下 来 包装 包一下 这不行 这个是啥 哎 对对对 哎 你看 来 哎 哎呀 哎呦 不一样了 戴上帽子感觉都不一样了 五四三二一 开始 哎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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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 好 你干嘛呢 哎 你干 你干 你干什么呀 你哪个剧组的 你哪个剧组的 对呀 你跑边练习来了呢 你放开他 你放开他 大爷 你上当了 他根本不是演员 他是一个碰瓷团伙的头目 什么 多悔您了啊 哎 要不是您呢 拖延时间 我今天还是抓不着他 啊 啊 啊 对对对 对 对 我我 我上来我就说 我说你是个坏人 他说对 我说你是坏人吗 他说是 后来我一想不对 老伴 我是不是 马上我就安住他 我就拖延时间 我就等着警察来 好 你竟有您一家亲的大爷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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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帽子我就不认识你了 有眼力 带走 帽子 帽子 放人家 等一下 放人家 把帽子 走走走 谢谢大爷 这就是你给我找来的演员 你踩死我吧 干什么玩 你们全家都拿我当猴子吧 不是 那纯属意外呀 你什么玩意 你找不来你别找啊 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你惊什么喜呀 你差点把我惊死 我都过了 这日子过不了了 我跟你讲 你别这样别这样 一会犯病了 行了行了 你看他都气着了吧 咱们回家吧 这回回家了 回家吃饭了 全家就糊弄我 天天就这么糊弄我 老伴啊 不准气了 咱们回家吃饭了 回不回呀 我告诉你老伴 我今天 我要是没有一个人辅导 我就得到这 我已经捉下病了 我就这么一点要求 你我找个人来 这回我跟你说 也遇的也行 只要有人向我辅导 你就回家吃饭 我就回家吃饭 我就回家吃饭 一言为定 关键 演员呢 演员 罗赵莱莱耶 那疯狂人 小疯狂人 是他就是他 是他就是他 就是他上英雄 小疯狂人 小疯狂人 人多的时候 他们总说我 说龙王三太子 是我打死的 而且还把他的金抽了 绯闻绝对是绯闻 那天是这样的 我正在海里洗澡呢 那龙王三太子 上来就打我一拳 呀哈 你这么大一条龙 你打小孩 那我也不能让他呀 我就扎他一线 他又打我一拳 我再扎你一线 结果我们两个人 我们俩大战了三百回合 就在这个时候 龙王三太子大喊一声 停 别动 腿 抽筋了 我说你腿抽筋 那你快回家吧 这不回家游泳 腿抽筋 淹死了 那淹死 我得找龙王解释啊 我就说 龙王 你儿子死了 但不是我打死的 是他自己游泳 腿抽筋 淹死了 龙王说 谁呀 谁把他金抽了 不是 是你儿子游泳腿抽筋 淹死的 龙王又说 早的 你把他金抽了 不是 是你 我 哎呀你真是龙王啊 一点都听不见的 他就是真龙 要不解释也没解释清楚 还让我爸知道了 就不让我练武了 让我弃武从异 我一想也行文体不分家嘛 我就天天在家练唱歌 后来我就发现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有一首适合自己的歌 而且每首歌都有瑕疵 比方说 比方说 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如果有一天 我突然我翘然离去 请把我埋在 在那春天里 还没春天里 你不得看你什么时候没吗 你要夏天没的 还得搁一年的 估计都臭了 还有一首歌 还有一首歌 是这样唱的 天上有个太阳 那你说 那天上不是太阳 你家灯泡 我在那挂着 后边还有一句 水中有个月亮 那水里边那不是月亮 那是倒影 最后一句 更气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说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唱啥一天 我气人 还有一首歌 是这样唱的 我闭上眼睛 就是天黑 谁闭眼睛 天不黑 闭眼睛 天不黑 那是白内障 谁人 其实 其实我呀 其实我不光会 研究唱歌 我还会法术 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施展一下 我的法术 这个 是我的火箭枪 我将用我的法术 让它 漂浮起来 烧 厉害吗 其实 这都是一些小法术 接下来我在 好好表现啊 好嘞 大导演 大导演 老板 老板 演员来了 哪儿呢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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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呢 这儿呢 那这儿呢 哎呀我呀 那这儿呢 那这儿呢 我长得可能小点 赶快让孩子 你这这这这 宝宝回家去啊 回家回家 为什么 我是演员 小演员 老板 你赶紧把那个人 给我找来 你这孩子来这 你这么多枪子 道具就不安全 我不是孩子 我是成年人 你说你这么小个小屁孩 你啥就成年人 快快快 我 我今年我都22岁了 你多大了 我22 我输狗的 你知道我多大了 你多大 23了 你别闹了 你别闹了 你闹出你这都是这枪 你这就卡 就不危险 赶紧回去啊 赶紧回去 我是94年 我输狗的 我22 大孩子 对 其实我本来 我今天看到导演 我挺高兴 然后我挺激动 我还想给你献首歌呢 然后献首符合你的气质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 你是个秀珍小孩 对 其实你是个大人 对了 你早就听说过 我是个大导演 大导演 你一直想见我 对啊 然后呢 你特别想来 给我献首歌 对 你献完歌之后呢 我再给你辅导辅导 可以 艺术的道路上 碰见了我 你咔 就长高 不是 就提高了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我就献首歌给你 我献给导演一首歌 符合他气质的一首歌是 你头上有鸡脚鸡脚 你身后有尾巴 谁都不知道 你有多少秘密 这什么玩意 什么 你孩子 你献我歌 我是一大导演 你献我什么歌 我哪来的秘密啊 我跟我老伴一辈子了 我有秘密吗 没有 你这这啥 那可能这首歌不符合你 我再换一首 我更符合你的 太好了 换一首 小邋遢 这样的邋遢 邋遢的王就是他 是他就是他 人人喜欢他 这种歌肯定好 这符合你的趣质 老伴啊 喜欢吗 我告诉你 我有经验 我干了这么多年电影 我知道 这么小的孩子 不能把他弄到这儿来 宝贝 快回家去吧 哎呀 你叫谁孩子呢 我是不是孩子 他这啥 他这啥见过 还说我是小屁孩 我看你是导演 本来我还挺自惊你的 你瞅瞅你啊 我是不是小屁孩 你不是小屁孩 我是大人吗 是是大人 还捏我脸吗 不不不不不捏了 行了行了孩子 小样 就就你这样 你还当导演 长得都没去惯了 我这两个影迷你 你拉走 慢点慢点 非得让我歇 是有道理的 哎呀哎呀哎呀 你说你跟一个孩子 闹头什么呀 你给他扶倒扶倒 不就得了吗 我扶什么倒呢 他把我摁倒了 那边那去干啥呢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这一次我和我的师妹 来到了一个 山清水秀的地方 叫做德清 我们来这里 是来拍摄 以全国道德模范 陆松坊的事迹 为素材的一部微电影 老师同学们 就等着我们 叫好作业吧 好了 我们要工作了 不多说了啊 拜了个拜 默默答 四哥 这个放哪里啊 嗨 帅 奶奶 我要活了 我演男一号 奶奶 我演的可是 全国道德模范 奶奶 您看好了哦 这位就是我要演的 陆松坊老人 这我们导演 嗨 这我们副导演 奶奶好 奶奶 我就先不跟你说了 你就在家请好吧 我们啊 是来自影视学院的大学生 我是他们的宿舍管理员 我们千里迢迢来到了德清 就是为了拍摄 道德模范的故事 啊 道德是一双手 为我们推开心灵的窗 啊 道德是一扇窗 为我们展示美好的天空 啊 道德是一片天空 真蓝的 嗨 李大爷 我们这可就要开拍了 现场还这样吗 马上就好 四哥 OK 神速 那我们就开拍了 帅 低踩低劲第一次 准备 开始 走啊 说 陆松坊老人对不起 我想演你不是怎么说 李大爷 你不要紧张嘛 你在我们学校 那可都是老演员啦 李大爷 咱们来之前啊 道德模范的事迹 您都清楚了吧 清楚 千万别紧张 您可以按您自己的感觉 先来一遍 可以把我给你设定的表演形式 完全抛弃 就记住一点 真听 真看 真感受 给我点刺激 好 好 来 好好好 按自己的来 好 来啊 第一场 第一镜 第二次 准备 开始 我现在不是我自己了 不是 我不是李大爷了 我是全国道德模范 我是陆松坊 我要捐款了 我要捐款了 卡 四哥 四哥 这什么鬼呀 哪有道德模范捐款的时候还自拍 李大爷 我觉得您刚才这个理解可能有一点问题 你想啊 陆松坊 他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怎么会玩自拍呢 我说着说着我激动 我一激动就按自己的来呢 我认为这样也合理啊 陆松坊老人他是全国道德模范 他就应该宣传自己呀 李大爷 李大爷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陆老捐款就是为了宣传自己了 不是 不是 你这 大爷 来 我们这儿啊 正工作呢 您这是 捐款呀 我们这儿啊 用不着您捐款 是 大爷 我们捐款的人都已经订好了 对 要捐也是我捐 你们是不是 看不起我这个老头子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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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灾区捐款 凭什么不让我捐 我们走开 四哥 什么鬼呀 存折 大爷 来 我跟你说呀 我们这儿啊 不能收存折 我们只能收 现金 哦 哎 我这个密码在存折上 那 你去取就好了 哦 那就更不合适了 大爷 谢谢您的好意 大爷 您慢走 谢谢 您慢点 大爷 再见 大爷再见 现金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我们把真捐款的人给吸来了 这说明我现场布置的逼真 四哥 你们有没有觉得 刚才那个捐款的老大爷 表现得很自然 我都被感动了 可是他捐款也太平淡了 是啊 要真像他那样的话 我们就没什么可拍的了 我们再商量一下 这场戏啊 到底该怎么拍 那四哥你说 怎么拍吧 对 导演 你说说怎么拍 老李 你是扮演者 先说说您的感受 我认为啊 这陆松芳老人啊 从小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帮助过他的人有千千万 他每捐一块钱 都想到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这是一种爱的传递呀 说重点 怎么表现 你不是觉得没什么可拍吗 咱们设想一想 把陆松芳老人的一万一千块钱 都给他换成零钱 陆松芳老人满怀感恩的心 缓缓地走到了捐款箱前 他每捐一块钱 都会想起曾经帮助过他的邻居张大马 他每捐一块钱 都会想起曾经帮助过他的孙大爷 他每捐一块钱 要像您这么拍的话 咱们得拍到什么时候啊 也是啊 要不四哥 你说说 对 导演你说说 我觉得吧 咱们这场戏就应该 抓泪点 算 泪点在哪儿 你们想啊 陆松芳老人 他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是他的母亲 拉扯着他们兄弟姐妹长大的 所以我觉得 在陆老的每一笔捐款当中 都应该包含这种 对母亲的 爱 怎么表现 这个表现的问题 我是这么想的 当陆老来到捐款的现场 他这个心里呀 一定包含这种热情 当他缓缓地走到捐款箱前的时候 一定会想起 他母亲曾经教导过他的 你呀 一定要做一个 乐于奉献 慷慨解囊 骨道热肠 无私奉献 不好啊 我也觉得不好 微电影拍到这儿 我们就遇到了困难 在我们的心里 这道德模范 应该是轰轰烈烈的 自带光环的 哎呀 可能我们想太多了 可是 道德模范 到底是什么样呢 是不是现场 还缺少点气氛呢 现场 应该铺着红地毯 台上摆满了鲜花 音乐震耳欲聋 鞭炮响彻云霄 这个时候 陆松芳老人 尖披红色的兽带 在上百名群众的簇拥之下 缓缓缓地 缓缓地走向捐款箱 在万众瞩目之下 庄重地卷出了善款 我这个 电视器里头刚才好像出现了一个老大爷 哎呀 师哥 就是刚才来过的那个老大爷 对 他真捐了 什么也没说 对 他走了 没有鲜花 没有红地毯 没有音乐 没有受戴 没有簇拥 也没有掌声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嘛 老师 同学们 我们的作业完成了 不不不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算不算完成 但真的有点神奇 回来再跟你们说啊 师哥 我们的作业 真的完成了 就这么一个镜头 对 就一个镜头 够了 大爷的钱还在箱子里边呢 那我们赶紧还给他呀 快走啊 奶奶 我的男女号又没排成 等我下次再火吧 小伙伴儿啊 小伙伴儿啊 其实 你以为我真的就想来这剧组给人排戏吗 这都是先过去了 咱俩在家 谁寂寞谁知道 这两天晚上 我老上阁楼去 你知道我干嘛去了 干嘛去了 我给孩子们写了首歌 你给孩子们写歌了 我想让全天下的孩子 知道爹妈在想什么 爸爸妈妈在家 爸爸妈妈想什么 爸爸妈妈牵挂 看你早日有个家 有个爱人 有个娃 用心尽责 养育团 好好的爱 孩子的爱 是也有成 你长大老 为人交友 真心对抗 不妥富贵 不求柔华 云海是否 知足相望 常常回家 唱大个电话 其实爸妈 想你啊 不论喜悠 别爱爸妈 多远多大 你都是爸妈 永远的孩子啊 多远多大 你都是爸妈 永远的孩子爱 老人独居无人陪伴 俩销售花言巧语来推销 老人看透不说透 文公团邻居来过招 推销员吹得天花乱坠 却几次三番不成交 善良老人双眼相劝 促成浪子归正道 陪伴的奥义 我爱满堂彩将为您揭晓